欢迎来到每天 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 内在力量的花园 帮你懂自己 爱自己 经营亲密关系 化解情感危机 欢迎订阅 与十二万独立女性一起 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不结婚 老了怎么办 这七个单身女人 给出了最打脸的回答 下面 我们一起来听 你有没有想过 不结婚 老了怎么办 朋友说 自从和前男友分手后 一直空窗期 他越发觉得 很有可能一辈子 一个人过了 不是不渴望婚姻 也谈过几人男友 但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 分手收场 心累 他说 这几年 我总是让着要找个对象 却从不会主动勾搭 严懒地接受 别人的告白 他感觉单身挺好的 却又常常羡慕别人 成双成对 他曾想过 如果这辈子都不结婚 老了的时候 生病没人照过 死了没人知道 该怎么办 其实 有这种烦恼的人 不止他一个 我曾收到一个读者留言 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害怕父母过世后 自己孤独无助 怎么办 他害怕自己 晚景凄凉 就像日本纪录片 《无缘社会》里 那个79岁的老太太 若山波子 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年轻时 他是位护士 非常独立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赚钱 卖了一套公寓 因为当时工作忙 还要照顾年迈的妈妈 耽搁了婚姻 所以 一直 单身到现在 妈妈去世后 她没有亲朋好友 唯一依靠的 只有自己 感冒了没人照顾 只能在家 靠喝水 过一周 得了癌症 无依无靠 做完手术 更没法出门 只能开始 强迫症似的 囤东西 因为 她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 又会病倒 所以 冰箱里 总是塞满 三个月的食物 就在我很 钦佩她的勇气时 她却说 即便我是个 很要强的女人 想到自己 孤独终老 还是会掉眼泪 尽管她 早就提前给自己 预约了一块 合葬墓地 那里葬着 四百多个 跟她一样 孤独终老的人 可还是会担心 我死在这个房间后 化成一堆白骨 都没人知道 想想都觉得可怕 而那些 与她感同身受的 年轻人 不是没想过妥协 有人拼命相亲 爸妈牵线的 相亲网站 勾打的 朋友介绍的 只要差不多的 各方面合适的 就可以接受了 他们只想在 三十岁前 结婚生子 给未来一个保障 还有更多的人 三十岁还没结婚 因为害怕被剩下 害怕孤独终老 成了单身焦虑患者 似乎所有人 都在提醒你 不结婚的人 老了 真的很惨 即使结婚了 你一样要面对孤独 很多人被逼婚的时候 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我和你爸 现在还能照顾你 等你老了 我们不在了 你要怎么办 我们当心你会 孤独终老啊 于是 婚姻成了 大多数人心中 避免孤独的 最佳避难所 但 真的是这样吗 小说 一句定一万句中 老师写将 牛爱国 发现自己的老婆 和隔壁老王 出轨了 当时 他在门外 一直偷听老婆和情人 亲密的声音 一晚上 他们 做了三次 要知道 在家的时候 他和老婆的性生活 可从来没这么猛过 而且 他们做完还不睡觉 两人一直聊天 好像总有 说不完的话 关键是 这一晚上说的话 比和牛爱国一年 说的都多 他气急败坏地 想杀人 他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当初 温柔体贴 会织毛衣 会等他回家吃饭的女人 竟做出这种事 明明我们 还满是希望的规划未来 明明我还想着 努力赚钱养家 是什么变了 他不知道 在生活的重压下 牛爱国的老婆觉得 两人早已无话可谈 即便牛爱国说什么 他老婆也不感兴趣 同样 老婆说什么 牛爱国也不感兴趣 夫妻俩在一整餐桌上吃饭 两人全程没话聊 因为已经不知道 跟对方说什么了 就这样 牛爱国的老婆 每天活在婚姻的孤独感中 痛苦又压抑 正如刘振云说的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 一个人找另一个人 一句话找另一句话 才是真正的孤独 你不知道 即使结婚了 哪天可能离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面对生离死别 即使有了孩子 终有一天 孩子也会独立出去 到最后 还是会变成一个人 韩国电影《我爱你》 有一对夫妻 妻子是一位 中毒老年痴呆患者 有一天 丈夫张军凤 帮妻子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她的裤裆上 都是血 去医院检查 才发现 已经患上癌症 只能靠止痛片 减轻痛苦 丈夫把三个孩子 都叫回家 孩子们却猜疑 爸妈是不是 想要和他们一起住 结果 子女们互相推妥 都想甩开父母 让他们住便宜的养老院 真的心寒 或许张军凤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 孩子不理自己 妻子离开的日子 最终 她选择和妻子 稍叹自尽 我是个胆小的人 没有你 我不敢自己活下去 认为结婚 生娃 就能避免孤独终老 其实 忘记了 我们还有时间的维度 真相往往是 每个人 都无可避免地 注定 要独自面对孤独 直到死去 不结婚的你 老了 可以这么活 日本 有个单身养老团 团员 只有七位老奶奶 他们的年龄 最小71岁 最大83岁 都是单身 有人终身未婚 有人 因为谈了几段恋爱 最后 决定独自一人 有人因为结过婚 生过孩子 最终 毅然离婚 十年前 他们买了七个单身 住在同一桩公寓 平日里 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例如 78岁的春田杏子 曾经是NHK的播音员 现在 他也没让自己闲下来 继续对老年群体 进行采访 81岁的 世川离子 因为心率不齐的老年病 每天都在积极地 康复训练 作为心理咨询师的 安田离子 依旧坚持每天 去诊所上班 总之 各自生活互不打扰 可是 一旦遇到紧急任何的情况 都要按下墙上的 SOS按钮 每个房间 都能收到紧报 2018年 71岁的川明济美 忽然心悸头疼 按下了SOS 邻居们立马来帮忙 这样一来 就可以避免死了 都没人知道的悲剧 然而 并不是所有大事小事 都会来帮忙 因为 他们的原则是 不提供护理帮助 意思是 即使某个人重病 也不会提供照顾他 饮食起居 换衣擦身等帮助 听起来很残忍 但组建养老团的初衷 是为了让自己 更有尊严的老去 直到死亡 而不是 寻找依赖 或唇项被照料的救生圈 逢年过节 没有爱人 没有亲人的他们 也会一起庆祝 例如 樱花戏的时候 一起旅行 一起看烟花 偶尔聚在一起 聊诗词歌赋 聊人生哲学 再喝个下午茶 参加老读社 学写作 学电脑 这些都是陪伴 年长的朋友聚在一起 不可避免会聊到死亡 他们深知 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 却从不避讳 反而随心所欲地了起 死后要化成什么样的妆容 穿什么样的衣服 骨灰放在哪里 他们说 不喜欢养老院的生活 简直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也不喜欢靠子女 靠老伴 而是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下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独立 安度余生 讲真的 我很羡慕他们的生活 如果哪天我们老了 能像其中一位老奶奶说的 自己死后的墓碑上 只有一句 啊 真有趣 死而无害 一个人孤独中老 要准备多少钱 实际上 在日本这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 还有很多养老方式 可以借鉴 纽约客杂志曾经介绍过 日本有种服务叫 租赁亲人 顾名思义 公司提供亲人服务 你们可以见面聚餐 像一家人一样 吃饭聊天 一开始 你并不能很快地 接受陌生人的存在 所以 租赁的时候 工作人员会详细询问 你想要的外形 性格 生活习惯 甚至 他们还会事先准备好 你希望与亲人的 共同回忆 来加深彼此的情感连接 而每次收费 就需要大概四万日元 集约两千五百元人民币 所以 当你决定孤独终老时 就要有足够的存款 那么 一个人孤独终老 要准备多少钱 B站上有up主 曾经计算过 如果你不生孩子 不用给子女补贴 不结婚 工作到六十岁 八十岁立马死亡 至少要占够一百六十万 才能应付着 二十年没有收入 没人照顾的生活 一个月的养老院费用 保守估计是四千 普通二三线城市 基本价 如果是一线城市 或者好一点的养老院 起码要七千到八千 以后 可能需要到一万 年纪大了 免不了各种病痛 所以 你一年 还得存个两万 到三万的医疗费 这二十年期间 或许 你还得给自己买房 按照较低的 一百五十万房产来算 一年 至少要存 八点八万 而这 仅仅是2019年的消费水平 还没算每年 大概百分之零点五的 通货膨胀比例 我忽然明白 我们这么努力赚钱 不过是未老了之后 不必过得那么拮据 也为了让自己 有选择孤独中老的权利 心理学大师 欧文亚龙说过 面对孤独 人必须要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 那就是 你要明白 孤独是生命存在的背景 只要有勇气去承受 人才能真正爱别人 如果因为恐惧才爱人 你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 无论什么时候 希望当你的父母 以孤独中老的理由 向你逼婚时 你可以把这篇文章甩给他 也希望你 可以不必为了逃避 孤独中老 而进入婚姻 当然 如果你想结婚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 拦着你 毕竟 伟大的肖伯纳说过 想结婚的 就去结婚 想单身的 就维持单身 反正到最后 你们都会后悔 世界和我 爱着你 本期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 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Facebook 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 每篇主创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但因每天收到的私信过多 导致回复不及时 阿豪精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Facebook的超级粉丝 踊跃留言评论互动 即可获得超级粉丝称号 期待与您在Facebook相遇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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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